行政院长卓鸿泰用餐厅点餐形容总预算僵局引发朝野论战 蓝白惊咬请餐厅把客人赶出去 认为这一段话是在暗喻这一党来倒阁 更像卓鸿泰要倒阁请自己人去提 隔魁就像是免洗块一样啦 来用了就丢用了就丢 你倒他一个他换一个 但是他主要要解散国会 那么想倒阁要解散国会 民进党可以发动嘛 看我们要不要跟啊 我们来寻求一个可能的共识 立法院来征询行政院的意见 共同来指出弥补资金的来源 重点在这里 不要再划错重点 这也是各退一步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我是来解决问题 不是来造成误解的 卓鸿泰认为在业党划错重点 他的意思是行政院已经释出诚意 希望在业党也能退一步 一起找出可行的办法 蓝银依旧坚持 要行政院按照立法院 三读的进法补偿条例 编组26亿的经费再来谈 这是行政单位针对立法单位 行政单位不尊重立法单位 违宪违法的事情 这几个预算是不是应该 依法编列进来 他如果不愿意 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 蓝白就是进了餐厅 想方设法不给钱的恶霸 给钱的方法就是他们不断地 开出条件跟要求 这些要求你不满足 就是不给钱 这个餐厅就是我们的国家 所以这群恶霸 从头到尾就是不想给钱 何必要我们提什么 倒戈或什么 其实他们打从心里 就希望这间餐厅倒闭 希望这个国家倒了也没关系 总预算从维持工部门运转的燃料 如今沦为有心人士 政治工房的筹码 明年国家计划因此延宕 吃亏的还是全体国民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